话题呢首先还是像昨天一样是海航 因为海航呢的确是太重要的一个事件 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经济这几年的奇特的一种发展 甚至是中国经济齐形发展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企业 借贷借贷再借贷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被发展起来的 那么今天呢随着那么海航的债务的违约的不断的平线 导致了人们认识海航的经营模式呢也是越来越清晰 但是呢这种难以为继 甚至是可以说对中国的经济以及世界的经济 还有很多人的个人利益造成极大损害的这样的一个海航呢 终于呢是传言不断 有人指出呢说它的航空业务呢将会交给国际航空公司 而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航空公司像盆城啊等等类似这样 金盆这样的公司呢将会交给江苏省等等 当然股票市场呢这两天也是非常涨的是非常高 人们终于看到了海航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债务和债权呢也有了一个下加 但是呢却有不同的声音呢也在否认着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出现 那么今天的新闻背景呢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根据我们看到的中国的非常多的一些媒体的报道呢 海航集团的一位高管呢在今天上午对市场流传的有关海航集团 将由海南省政府接管并负责处置其名下的民航的资产的说法呢 做出了一个最新的回应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管呢否认了这样的一个传闻 他表示呢传闻呢并不确切 他从未了解到关于海航集团的一个接管 拆分货重组等信息 这个信息消息一出呢也让很多人呢大跌眼镜 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一位报道呢据原话也就这位高管原话说呢 海航集团呢没有披露过关于传闻中的任何相关情况 也不知道呢这个消息是从哪来的 最近呢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动作 比较亲近海航公司的一些人士呢也是如此表态 他还表示呢他没有透露相关的部门 向海航集团派驻工作组或者是计划这些调整等等 这方面的情况都未出现 那么呢据记者的了解啊 还有一些新闻媒体其他方面的一些了解呢 关于海南省政府有意接管海航集团的消息呢 是来自于美国的彭博社 而彭博社的这个消息呢据说是来自于北京的高层 那么之后呢虽然彭博社呢删除了一条他们这样的一个快讯 但是呢他的主体的文章呢 依旧在他的网站上并没有见到删除 当然这是截止几个小时之前 那么彭博社呢是在周四呢也发出了一则报道说呢 知情在透露海南省政府正在与海航集团接驾 商讨如何解决海南航空集团的问题 以及出售其民航的业务等等方方面面的一些消息 彭博社的消息还讲呢根据一些方案目前所掌握的一些方案呢 海航集团的大多数资产呢都会出售给三大公司啊 主要是呢中国国际航空还有南方航空啊 以及东方航空这三家公司呢分别呢将把海航的很多业务呢 去一揽子接下来 当然呢这也是有一个巨额的一个经济代价 说这个消息的影响海南系的多家上市公司呢 股价呢就像我刚才所讲出现了大面积的快速的上涨 那么但是呢目前来讲的话呢 这个消息呢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确认 那么是否是这位高管有意要隐瞒呢 那么有一些人是认为呢 没有不透风的墙肯定是有类似的消息 但是消息的确凿程度呢 并不是很肯定因为中国的很多消息呢 都是没有官方的消息 而最后突然之间呢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 当然根据这个北京商报的周四也进行了一个报道 他们说呢这个有很多机构呢都在研究啊 认为呢虽然市场的传言很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海航的债务问题呢非常严重 这些公司能不能接得下这么大个盘也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没有太多的这个国家主动的这种力量去扶持到海南系的 可以说呢核心资产的海航控股呢 是没有任何的力量解决目前自身的这种债务问题 因为债务额度呢高达数千亿 当然也有人指称呢实际上呢已经有高达万亿 而每年光要还的债券的利息以及银行的贷款利息等等呢 就是数百亿 甚至有人指呢海航的很多这个借款呢是力拱力啊 那么不断的在产生着这样的一些包括债务违约等等呢 说是呢可能会接近千亿级别 当然这种说法呢都没有一个凿实的证据来确认和支持这样一个说法 当然除了海南航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外呢 我们与此同时也看到了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情况 不仅仅是海南航空 北大方镇呢这两天也出了一些大乱子 当然也不是这两天出的 不过是这两天呢有了一些新的一些新消息 中国规模最大啊资产超过人民币三千亿元的校办企业 北大方镇集团呢近日被北京银行呢申请重整 尽管它是拥有着像我们知道的北京大学这样的一个大牌子 但是这家公司呢从去年开始呢就不断的在出现着各式各样的债务违约 那么还有一批展期也就是延期后的一个债务呢即将于明天呢又要到期 据说呢也是无法偿还 那么中国的一些报纸特别是像中国的基金报就报道啊 方镇集团接下六家上市公司18日晚上呢齐发提示性公告表示呢 北京银行申请对方镇集团重整 方镇集团呢近日已经收到北京市第一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 若能送立进入重整程序呢六家公司的股权结构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这个说法一出呢也是市场反应很强烈 那么也是看到呢北大方镇呢也有可能呢出现一些重整 因为北京银行呢是北大方镇呢目前看到的最大的债权人 那么这家公司呢我们也知道从成立以后到现在来讲的话 那可以说是一直发展的非常好并且在资本市场呢非常活跃 与此同时呢大家也都知道它的估值呢多达三千五百多亿人民币 那么在目前来讲的话光仅仅它的这个旗下的员工呢就有三点六万人 销售额呢每年也能达到数百亿美元 那么从去年年底出现的这个债务违约的情况呢也是频频在不断的发生 也有一些说呢说方镇集团呢现在内部的亏损和亏空呢 和所有的资产呢已经早已是负资产没有办法再进行任何的延续 那么这样的公司是如何被掏空的呢 这样的公司又是巨无霸是如何的被拖倒的呢 那么在中国经济现在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像海航向北大方镇等等 还有人呢列出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公司都认为呢 可能未来呢都会出现问题 当然这些公司呢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公司 那么这是一笼新的倒闭潮吗 还是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或结构性的调整过程当中的必然的牺牲品呢 还是他们的发展一开始就出现了 本质上或基因上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都是很多经济学者和经济观察家人士的一个疑问 那么郭企琼博士您对于像海南航空这样的大企业 您对于像方镇集团这样的大企业 顷刻之间突然之间变成倒下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观感呢 我的观感是呢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事件 这呢显示了坊间的一些报道啊 就是说这个海航这个企业 它的股权结构啊 有些问题 它呢一方面呢又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国营企业 他们说他们自己是私营企业 可是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海航的老总像那个陈锋 还有王健啊 和坊间认为是他们的后台的那个王岐山 他们怎么能够在很快的这么几年中 就一下子弄到这么多钱 而且呢可以命令中国的国有银行给他贷款 周小川曾经都说过啊 就在海航遇到这个财务问题的时候 要求国营的银行给台国 给这个海航八千亿人民币的这个贷款的额度 我觉得呢 有可能呢实际上呢海航这个企业啊 要不呢是这个 一种这个 捧党资本主义 或者呢甚至呢 有点黑手党的色彩 还有一个 黑手党的色彩 我觉得有可能是有点黑手党的色彩 你看他 他对 他是说是民营企业了 可是 他的行为方式呢 非常的秘密 他上市 包括那上市那块 那个公开报道的那个数据和他的实际上的那个股权的结构 有有好多好多是不一样的 包括他在海外设立的一些什么 所谓的什么一些托管基金 那个私人的托管基金 把一些钱放在孩子的名下 有几个孩子什么刘春杰啊什么之类的名字都记不得了 然后国内也有人呢怀疑 在我私下里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他们甚至认为啊 说海航的这个钱呢 有可能是王岐山 把他当这个纪委书记的时候 没收的中共的贪官的钱 不管是侦探跟贪官里边可能很多人是贪官 但是也有可能有不是贪官的民营企业家 把他们钱抢过来了 反正是弄的钱啊 他没有放到国库里去 反而呢 把这些钱就给放到海航里去了 整个等于作为了一个小集团的一个黑的金库 哎呦 这个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是的 就如果如果真证明是真的话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证明 是的 所以只能说它是一种那个这个hypothesis 就是这个假说 是一种假说 是一种scenario 因为真正的情况 中共当局是不会公布的 中共媒体也不允许真实性的来反映这个时日求是的来讨论 西方媒体 西方媒体也不可能知道 有人甚至说 等于是 这次也可能是一个党内的一个派系 他的一个第二个党的金库 然后第一个党的金库是正当性的 一个党的金库 他的钱 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是正当性的 实际上从我角度来讲也是不正当性的 就从国库里边 因为国库多少钱给给给党 这个人人大是不知道的 全国人民也不知道 实际上都是纳税人 纳的税 然后呢 那个党可以自说自话 从那个国库里拿起来 想咋干咋干 想咋干咋干 这是第一个金库 他们呢 我觉得为了少数人的目的 保护他们少数人的利益 和他们的这个资产 党内至少有一个派系 我的观察啊 我我我也是个假说了 也是坊间的一些消息 也可以也可以听到一些 就等可能是 是不是和江泽民家 家族有关系 和和他整个的一个大的派系 因为他从政很多年啊 他提拔了很多他的自己人 然后呢 他们又把王岐山 然后还有那个 等等吧 一大帮子人 都弄弄在一起 习近平好像不是 那个这个派系的人 虽然习近平得到了 他们的认可 也他们也 也支持习近平上台 但是从财务上 我觉得习近平 我觉得啊 有可能跟那个海航 那个集团是没有关系的 那个真正的资金呢 掌在掌握在那个 以前有可能就是江泽民 通过王岐山 怎么控制 然后通过 他的那个搂搂 乘风 后来非常蹊跷的 死去的王健 那都是他们的 等于他们的走狗了 控制着 控制着 然后为这个集团做什么呢 做很多事情啊 因为是赚钱 他们把那个 比如说如果他们真实的 从那个腐败分子那儿没收的钱 加在一起全部放在里边 那你要真算一算 也可能有几千亿上万亿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没有报告 这些钱到底哪来的 但目前现在看到的是 根据目前解析的一些财务报告来讲的话 他们绝大多数的钱呢 都是来自于银行 那么主要是贷款 以及各式各样的一些企业债券 发行等等 包括国际上的融资 目前根据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 接触到的啊 这个资料来讲的话 资金是中共的 像刚才第一个学说 就是比如说 这些资金是来自于贪官的啊 或者类似 这个呢目前没有财务方面的一些支持 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 还有我们知道的彭博社等等 以往这几年来对于 海航的这个公布的数据和财务数据 以及他们在美国所备案 借贷的额度的话 应该是能够支撑的住 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 当然他在中国国内的银行的贷款呢 根据比如说 我们看到的四大央行 以及其他各地的一些小型银行 所自己所披露公报方面 所出现的 比如说工商银行也好 中国银行也很多建设银行 他们都上市公司 那他们披露的这些报告数据来看的话 也绝大多数海航呢全是借的钱 全是借的钱 当然有没有可能 像您刚才第一个所说的是有可能 但是呢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去支持他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您觉得像今天这两天海航的传言如此之甚 但是呢海航呢高管呢又出来说 这不可能啊 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任何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两个信息的这种矛盾 你说该让我们去相信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新闻放在第一个的核心点就是 很多的投资者都投资了海航 购买了海航的股票 那么股票呢现在终于开涨了 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这个高管又放了这么一个分 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 是抛掉呢还是继续持有呢 因为抛掉意味着之前下跌的所有的损失啊 那么上涨的话呢 会继续上涨呢 但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一点 您觉得您如果按照以往的这种经验的话 您觉得类似于像是这个该相信彭博社的消息呢 还是该相信这个高管匿名的高管的消息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要做判断的话 更相信彭博社的报道 更权威一些 更权威 彭博社他们更加的专业 而且你看他报道出来的这个传闻 我觉得无风不起浪 对对对 他那个报道出来的消息 等于把他们给拆分了 对对对 这个都非常符合逻辑的 因为不拆分也 他自己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是啊 他那个欠钱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一个公司这么几年一下子上去 他主要都是靠贷款吗 这个账上都是都是明确的吗 对 他们会不会做假账啊 这个银行系统全是王岐山控制的 这个底下的每个银行的高管 全是王岐山的 王岐山的这个呢 大家都很清楚 中共做假账 编假新闻 这是有历史的 不是不是有历史 我们天天做新闻 我们都知道他们天天在编 是 所以账目不可以信任 不光是假 这个海航有可能做假账目 就我听说的很多的国内来的美国上市的公司 那账目都是做着手脚的 嗯 那些是是是 往往还和那个权贵集团没有关系的 是是是是 他们也做无数假账 后来美国这个股票市场他们经过调查都发现了 就让他们那个下市了 对对对 这个情况我们也 所以我猜 经常能够看得到 我猜我猜假 没法信 是的 如果真发现海航 呃 他是做的无数的假账 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我也不惊讶 他他随便 就想打几个数字吗 他是里外里都是他们的人呢 嗯 那银行那个控制的 最最终的控制者是王岐山 底下那批人都是他哥们 他的他的下下属 包括周小川 当时快退休的时候 还说命令所有银行给他贷 八千亿 哪有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 会命令银行给一个特定的公司 贷款额度八千亿 而且他带没带 他走个仗 他去计算机几个数字 他可以他可以做假呀 你做到后来谁能知道 除非你是里边的一个高管 而且呢不是王岐山系统的人 嗯 他敢曝光 他曝光以后他死定了就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的黑手党 黑手党犯罪集团 犯罪集团 是一个所谓的经济实体 也是一个分赃集团 分赃集团 而且呢 甚至有可能承担某种 为这个集团 在世界上 搜集情报的功能 还有一个情况 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 像类似海航这样的企业呢 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海航还没有解决 方正现在又是这个情况 像其他的很多公司 都出现了债务违约情况 您觉得这是一波 整个中国经济的颓势的一个 在前期间的泡沫经济的支撑之下 一个必然结果呢 还是因为世界经济 以及中国经济收缩之后 所引起的 我觉得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 就在中国经济最近 几年出现下行的这个势头的时候 中共缺钱了 没地方找钱 没地方找钱 那想一想想法什么呢 把那个就是试探性的 对这个黑日党集团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发起攻击 就是以习近平为主的 然后他那个派习的人 然后呢把他们钱拿过来 拿过来呢 等于是再一次国有化 但是国有的企业呢 更加具有正当性 虽然咱们在美国 咱们更习惯私有企业 但是国有企业 也比黑手党经济有正当性 所以你看他建议的几个机构 有可能要拿过去的国航 东方航空南方航空 但就是比较正当性的 要不是中央的国营企业 要不是地方省政府的国营企业 在中国是有正当性的 在西方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他那个账目 有可能就比较真 但这个怪物 从他的那个账目 那个膨胀的速度 到他那个非常蹊跷的高管死人 然后死那天呢 还是七三 王七三那个七三的一天 都都都 而且西方也调查他们了 而且而且有一些 他们从他们 那个他们那个公司里面 转出来的钱 就放在私人的名下了 这是西方调查过的 这也是真的呀 什么冠军啊 什么什么什么几个人嘛 对 你怎么可能把一个 这个一个私营企业 他们说是私营企业 那那那钱 就就自说自话 放在一个年轻人的 二十多岁的一个人的名下 那个人跟跟王岐权什么关系 跟他们什么关系 这这现在谁都闹不清楚啊 中共也也不敢说 那所以呢 在经济下情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有可能算是 习近平当局 对这个黑手掌经济开展 要把要把他们呢 就是拿过来 成为呢 那个国营企业的一部分 来支持维持住 目前中国经济的那个状况 他是希望呢 能够在国营企业的支持下呢 能够使中国经济的 未来的发展 能够稍微顺利一下 顺利一些 如果都被这个 中国的彭党资本主义 或者我所所谓的黑市场经济 把这个国营企业给掏空 他比如说拿了那个国家的贷款 国营银行的贷款 他说我破产了也好 或者我出了坏账还不起了 那怎么办啊 那这个 那海航说我宣布破产了 那不把国营企业的钱 就把国营银行的钱 就全吞了 对 这也是的确是一个问题 那么顾博士呢 认为呢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需要研究的 洗劫的一个新的一种方式和模式 当然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话题呢 不作为任何投资的或者是参考 我们的嘉宾呢 只代表个人意见 与民进的立场呢 是无关的 是一个假说了 假说需要验证 对 是需要不断的这样 搜集时间的这个证据 与此同时呢 我们这一节的新闻呢 也不会接观众朋友们来电 那么